人气YouTuber于希 竟于在脸书发文表示 两周前发现家里的冷气 变得越来越不冷了 起初他以为是许久没清洗 灰尘累积造成堵塞 于是找了专门清洗冷气的师傅 上门来清洗冷气机 不料师傅检查后 认为应该是冷煤管破损 导致冷气外漏 于是清理冷气机之后 重新接了两条管线 总共收取16500元的费用 没想冷气还是没有变冷 师傅再次检查后表示 原来感温器也坏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 给冷气原厂公司的工作人员 进行预约修理 索性对方表示冷气还能维修 但是因冷煤管被外人换过 虽没有保固了 如今交给原厂修理的话 需要付费8300元 因为受不了炎热的天气 于是立刻答应付钱修理 最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 他无奈表示 如果一开始就给原厂修理的话 自己就不会花那么多钱了 自操自己简直就是个笨蛋啊